为什么美国加息这么狠 GDP增长还这么高 为什么美国经济强劲 而通胀整体是下滑的 为什么最近通胀有点起来了 但是大部分美联储的委员 还是说不担心通胀 为什么很多公司在大裁员 但是就业数据又是初期的好 这些矛盾打破了我们对经济学常识的认知 如果你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答案其实很简单 这次肯定是有些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不一样 我提供一个视角供大家参考 那就是移民 尤其是非法移民 先看看数据 美国这几年人口的增长70%以上 都是来自于移民 但是移民政策这几年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甚至说还有一点点紧缩 合法移民的数量的增长是不多的 大头的增长都来自于这个图上的深蓝色的线 就是非法移民 这两年出现了飙升 非法移民的激增 完美的解释了美国就业数据的问题 为什么企业调查数据这么好 因为非法移民的工作岗位是算进去了的 而为什么家庭调查的就业数据这么差呢 是因为非法移民家庭调查是查不到的 就算查到了你是非法移民 你会字头罗网承认自己有工作吗 对吧 为什么新增就业都是兼职工作 全职工作岗位呢 还是在跌的呢 简单啊 非法移民大部分人干的工作不就是临时工这些兼职嘛 那为什么就业火爆 但是薪资增长却是一般般 而且增速大家看还是在下滑的呢 也简单啊 非法移民的工资低带下了整体的薪资的水平了 这点很重要啊 工资增长放慢 那解决通胀的问题不就没有这么困难了吗 难怪美联储官员表示有信心解决通胀 不仅如此啊 你要细看的话 美国这次通胀PCE的数据下来了 是因为美联储加息把大家的需求搞下来了吗 和以前一样吗 不是的 你看这个图深蓝色的柱子呢 代表需求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变的是什么 浅蓝色的柱子 也就是这次通胀下来是供应提高引起的 而不是需求的降低引起的 这不也可以用移民 尤其是非法移民来解释吗 提升生产力 增加就业 解决劳动力紧张和工资上涨呢 都是在解决供应问题 所以说非法移民 才是解决这次美国通胀问题的关键 另外你别忘了 非法移民还能提振美国的GDP 防止衰退的 这不要太好啊 难怪有的城市现在开始大量的欢迎非法移民 还给他们发钱 建则有份 基于这个逻辑啊 你们说美联储要不要降息 经济这么好 通胀如果因为移民可以继续下来 那当然要降啊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 顺便我提一个开放的话题给大家 你们觉得为什么美国这两年非法移民会大量的涌入呢 都是哪些国家的人去了呢 如果您不是那样的 谢谢大家